华林县府一起那时候原民族影像展 邀请花莲著名的文史工作者叶博强老师 展示多年搜集的花莲地区原住民族老照片以及会页书 影像内容呈现不同的原住民族的部落文化 英雄人物、庆典记忆以及山川景色 展期到8月31号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把握机会 踊跃前往观展 这一次展出透过黑与白的影像交织 以50张保存完好且清新的土党 探索原住民族历史的脉络与意涵 像是头戴大雨冠、跳舞的阿美族青年 织布中的泰鲁阁族妇女 鞠躬狩猎的布农族人 1920年代的山岳桥等等 带领民众了解日之时期 原住民族生活样貌 我们叫Dimbit Dim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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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起来叫Dimbit 一个我真的非常敬佩 我想老师 仿佛他的心里面 他的身体里面 住宰的一个是老灵魂 而且是花莲的老灵魂 他一直在穿越穿越古今 一直急于 而且一直请进他的所有 去保护任何一张的照片 任何一张的古文物 我真的非常非常佩服 所以当下我跟航育处长说 我们要看看怎么样跟叶博强老师来合作 让叶博强老师的专业以及他的专研 这些老历史老照片的同时 给我们一些很重要很重要文化资产的一些 很重要的史料史迹或是口述或者是验证 所以今天简则是会在这里 我想也是他非常的重视我们文化这一块 叶博强老师也表示 多年来收集相关的老照片 就是因为在高中时期 看到东台湾展望一书 看到以往的花莲 不断的去收集花莲的老照片 时代的过往也让照片呈现了 古今时代背景以往美好的一面 所以我们这一些的展品里面 其实有一大的部分 都是从日本来给买回来的 所以我觉得说透过这一次的展览 我觉得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属于我们花莲过去的一个影像 一种形象 毕竟在我的心中很多花莲 过去花莲 不管是风景或者是人物 我们的影像 对他们的记忆都很模糊 包括他们的长相 或者他们的穿着打扮 那么我觉得透过这些老照片 我们多少可以找回来 属于过去 我们的长辈 我们的祖先 他们生活的模样 或者是他们居住的环境 县长也指出叶博强老师的老灵魂 收集出来不同花莲的历史面貌 能够以文化典藏 数位典藏 在历史的流失当中 赶紧把文化做保留 才能够凸显出这一块土地上 最特别的文化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导 2 2 4 5 5 4 6